飞行伞坠地意外也让问题浮出台面 县佛为了全面做检讨 这下没有经营许可的业者 恐怕都要面临停业 消息一除资深教练相当不满 整整飞了八年五千多趟以上 却因为他人疏忽而丢掉饭碗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出示力比登山啊 什么那个什么坐火车都会 所以我觉得出示力很低啦 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要 把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安排我们很合法化啦 我们台湾发现这个是第二例而已 第一例大概二十年前在 迪东的赛家 对对对 那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航次以下 那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例的输资来 去做一个全面的封杀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不公平 华联县目前五家业者都还在不见申请 业者觉得好无奈 这个资料我们也都送过 那后续也都没有下文这样 政府需要我们补一些资料过去的话 我们也都是有呈上去的 那后续的下文到底是什么 我们通通都不知道 我们也是按照体育署的一些规定 办法我们也是下去做 业者指控被污名化 明明场地教练证照 保险都按照规定执行了 也有进行不见申请 却逼着他们只能关门 生意不用做了 更是掀起退订潮 目前大概三到四成 电竞都会推 业者说博士不想合法 而是地方政府没有制定自制条例 中央也没有针对非法业者 规定停业等相关法则 目前只有屏东和宜兰 有法可管 其他地方只能靠业者自律 发生意外后 教育处承诺会拟定相关法条 进行规范 因为政府不纳管 无法有效管理 业者游客都没保障 DBA新闻高中文言 盛番花莲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